乌克兰部队12号是继续向俄罗斯边境的库尔斯克推进 俄乌边境与库尔斯克相邻的比尔哥罗德州当局也开始疏散部分地区的居民 此外 俄方称在库尔斯克击落乌军夜间发射的是一架无人机并揭灭来犯的乌方部队 12号早些时候 乌克兰部队越过边境 对俄库尔斯克州西部发起了袭击 有俄罗斯战争伯克就称 尽管乌克兰在俄罗斯领土上是撕开了一块狭长地带 并且在此与俄军继续的战斗 但俄方已经稳定住了战线 同样在边境的比尔哥罗德州 州长格拉德科夫12号的表示 乌军在边境活动构成威胁 当地正在疏散部分地区的居民 有分析指 美国大学后可能会举行停火谈判 乌克兰这次突袭是为了获得谈判的筹码 此外 俄国防部在12号表示 在库尔斯克击落了乌方的11架无人机 还在比尔哥罗德州以及莫斯科野南数百公里的沃罗涅日州 击落了一共7架无人机 看不见在红红和沙扩的舒适